- 愛動物,愛音樂,愛錄影,愛分享的盧小斌 - 嗨,大家好,我是愛動物,愛音樂,愛錄影,愛分享的盧小斌 - 明天就要出去一日遊了 - 那有人幫你安排行程嗎? - 有,這次的行程是讓店安排 -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一個聊天軟體 -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就是AI,對不對? - 像GPD,它可以幫我們處理很多事情 - 情況有像跟你比較有關係的就是聽說可以安排旅遊行程 - 反正它就是應有盡有,任何疑難雜症就可以跟它聊天 - 所以呢,這次的企劃呢,就是想要利用它的智慧 - 來幫我們安排我們的行程 - 那我們的行程呢,是設定在桃園 - 所以在這個聊天室上面呢,我們已經寫了就是 - 請幫我安排明天早上10點從台北出發到桃園旅行 - 到一個文創市集逛逛,接著再吃個中餐 - 希望是好吃的滷肉飯 - 下午呢,再安排一個打卡的景點 - 吃個下午餐 - 趕在塞車之前回到台北 - 這就是我們明天希望的行程 - 不知道它會幫我們安排如何 - 火車站步行6分鐘 - 而且它幫我們找了一個叫做 - 桃園的阿中滷肉飯 - 4.3顆星都幫你找好了 - 很不錯耶 - 還在那邊寫老王 - 隔壁的老王 - 很不錯耶,它好智慧喔 - 而且它那個步行幾公里幾公里啊 - 它都直接寫在上面耶 - 然後它還叫我們去大溪老街 - 但是因為我們上面沒跟他說我們要開車 - 所以它的行程是給我們搭火車 - 開車 - 開車 - 感覺真的是一個可以討論 - 感覺真的是一個可以討論 - 對耶,你可以把它當成你的知心好友耶 - 而且比你知心好友的資訊來的更多 - 因為專業有資心好友 - 它最後有寫說 - 以上是我為您規劃開車前往的旅程安排 - 反正這一路上的行程 - 我們就交給AI就對了 - 那你三個有補路飯圈哪一個 - 這樣就全是 - 好,那就是阿中了 - 好,那再定案 - 妳交了 - 跳拍子 - 跳拍子 - 明天早上10點出發 - 明天早上10點出發 - GO - 還滿有趣的 - 跳一下 - 嗨,大家好 - 我們現在照著AI給我們的行程 - 一樣 - 十點 - 出發至桃園 - 那我們第一站呢 - 就會先去桃園77 - 以文町7777 - 好,待會見囉 - 來到AI - 帶我們來的第一個景點 - 就是你看的 - 桃園77 - 益文町 - 了解了一下這個町的意思呢 - 就是街道小區區域性的一個名詞 - 這邊呢,早期呢 - 它是日式建築遺留下來的 - 它的前身是警察局日式宿舍群 - 它是從日日時代到戰後 - 然後市政府在三年前呢 - 休舊如舊 - 整理宿舍群 - 變成宿舍群 - 現在的你所看的東西 - 園區裡面呢 - 它有規劃到一些手作啊 - 多元化的空間區域以及展演廳 - 但是我們今天平日來 - 所以展演廳 - 似乎是沒有任何表演 - 跟著我的腳步 - 帶大家去看看它裡面的樣式風貌 - 不過呢 - 今天我們出發 - 看到一個新聞 - 在五天前發布 - 民間機構是遠中集團 -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 好像撐不下去要解散 - 在今年的九月 - 但是疫情要結束了 - 欸,對呀 - 它才好 - 所以呢 - 還想要再看這個裡面的 - 保有現代的狀態 - 要在九月之前來喔 - 好,我們進去看 - 我們剛剛的招牌是在這裡 - 叮叮叮 - 所以我們走進來是這邊 - 所以它這邊它現在是它的 - 藝文展覽房 - 因為現在目前沒有開放 - 然後它的對面也是表演空間的 - 手座部跟 - 小脈部 - 好,那我們進去看它的警察故事 - 很抱歉,還沒開門 - 很抱歉,還沒開門 - 它為什麼是要開門? - 而且它還會租界合宿耶 - 而且它還會租界合宿耶 - 可是它這邊寫 - 週二到週日入園時間是 -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 它說要收了幹嘛那麼變空 - 鎖起來的 - 鎖起來的 - 鎖起來的 - 不能進去 - 什麼都看不到 - 嘗嘗看的 - 騎浮亭 - 而且你剛剛念頭折浮亭 - 哼 - 它後面就是側子 - 所有人的願望都可以寫上去 - 它放這裡放很久 - 也是塞到你 - 塞不了 - 塞不了 - 走到後面 - 這邊就是咖啡廳了 - 蛤 要收鞋了 - 要收鞋 - 安靜 - 啊要穿鞋嗎 - 要吧 - 要吧 - 要吧 - 嗨 - 還有山豬汽水 - 有 - 嗨 - 嗨 - 哪裏 - 哪裏 - 哪裏 - 啊 - 店員不在 - 這是我跟誰說 - 這是我跟誰說 - 先見 - 往上一放 - 冰淇淋 - 等一下藝人就有 - 有 - 小斗座啊 - 沒有日式風味 - 一床一晚 - 它是秋就如舊 - 它用傳統的方式下去整繡 - 是真的嗎 - 它保持它的眼貌 - 所以我都可以聞到日至時期的味道 - 那是什麼味道 - 這是什麼的味道 - 這是什麼的日子時期的味道 - 超快的味道 - 我們要來買這個 - 喔 - 因為他們是原材 - 但是今天店員比較晚的還 - 對 - 你今天會有點快樂做的什麼 - 就是早起來找快樂 - 喔喔 - 口罩算賣 - 應該是首座上課的地方嗎 - 11點半 - 剛剛工作人員說店員有沒有來 - 那麼有電話 - 因為我們在第一站 - 桃園七七一文町的時候 - 那個時候他給的路線跟狀態 - 我覺得都非常好 - 那唯一是因為人文因素嘛 - 所以沒電源 - 所以就很早早很快的就了結那個行程 - 不過把它歸納為還沒有開始正式營業 - 我們想要寫那個祈福塔也無法 - 我們想要吃個冰 - 也無法這樣子 - 像AI帶你來這邊滿意嗎 - 那AI帶我來這個地方 - 我覺得OK - 第一站 - 非常滿意 - 所以下一站我們要去找滷肉飯 - 它AI上面寫字是 - 4點3顆 - 對 - 所以我們要去附近吃 - 阿松滷肉飯 - GO - 現在面臨到一個問題 - 就是我們到了 - AI告訴我們說 - 中正路森林9號 - 因為就感覺在附近 - 感覺在附近 - 沒開 - 沒開耶 - 而且他換的招牌也不是阿中 -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呢 - 就是去滷肉飯 - 忽然就是哭控的 - 滷肉控制狂想要吃滷肉飯 - 這件事 - 我只是在測驗AI - 不是控制狂 - 那AI這個時候他可能沒有更新 - 那幾年前卸業的也不知道 - 同樣的地址 - 然後變成阿翔滷肉飯 - 阿翔也沒開啊 - 那不然就會吃了 - 然後我們就到 - 大溪老街 - 那怎麼辦 - 我們到 - 下一個景點好了 - 下一個景點是什麼 - 試一下 - 對 - 大溪老街 - 好啦 - 那我們就先去大溪老街 - 然後等一下看大溪老街那邊 - 有什麼吃的 - 我們在問AI小姐或是先生 - 我們照著 - AI指示 - 我們到了 - 大溪老街 -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吃滷肉飯 - 那看一下大溪老街 - 有沒有我們的需求 - 走 - 日子 - 時代之一就這樣 - 巴洛克 - 劍土 - 就保存員一樣 -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 - 好衝突 - 那那個貓頭鷹 - 他那個是祈福的概念 - 對 - 想一點不禮貌的看 - 感覺很像 - 昂王天國的 - 來大溪老街 - 通常就是最著名就是要吃豆干嘛 - 那因為賣豆干的種類有非常多種 - 所以呢 - 我們這一次賣豆干的 - 店家也是交給AI處理 - 要去哪裡買大溪老街的豆干 - 要去哪裡買大溪老街的豆干 - 他正在搜尋桌 - 所以待會 - 根據網路搜尋的結果 - 大溪老街有許多賣豆干的店家 - 其中最有名的是 - 老阿婆獻乳豆干 - 指甲店已經開業超過50年 - 傳承了老闆章自裁的獨門配方盒 - 回紀錄 - 大溪老街 - 然後AI表現得也非常好 - 就是他選項可能太多了 - 有名的豆干 - 他就給我三個選項 - 那可能在路中央 - 我忽然要問他這件事情 - 他三個選項給得太精細了 - 所以有點Delay到 - 我們現場要找那個地點的時間 - 是每一個人的腳步不一樣 - 我覺得他給三個選項 - 是可以選擇空間 - 圓柱 - 圓柱也是剛剛那個時期的概念 - 好 我們現在位置在這裡 - 所以我們打算呢 - 這樣子繞一圈 - 換一個 - 然後再這樣回來 - 後來 - Ado -érer - ugh - 對對對對 - 那就帶我們這樣好了 - 不懂這個腳 - 像戲球 - 看著頭飲了 - 看著頭飲了 - 哇 - 看到頭飲了 - 哇 - 看著頭飲了 好暈欸 剛剛從大溪老街的公園走到底 樓梯有一個很陡很陡的下來 下來這邊就是大溪橋 那走到對面有什麼? 走到對面就是對面的大溪橋 它上面的建築啊 就是日治時期巴洛克建築的風格 所以你會在他們的柱子上面看到 一些羅馬柱子、忠實的魚 還有蝙蝠、希臘的山頭 這就是大溪專有的特色 而且桃園最早開發的是大溪 真的? 真的 是因為那個透過大漢溪小船行使淡水河 然後跟大陸做貿易 所以才會這樣很興盛 真的? 真的 它是從這邊開船開開開開到淡水河 然後再跟大陸那邊做貿易 再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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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回來這邊 所以這邊是所有桃園裡面最早開發的一個地區 沿著AI帶著我們的指示呢 我們剛剛沿路老街走出來會看到中正公園 那中正公園剛剛那個樓梯走下去就會看到巴洛克建築的那種大漢橋 然後中正公園走到底呢 你就會看到一個講中正騎的馬 那在中正公園的招牌的斜對面呢 這個就是一個一號館 它有點像博物館的概念 但我們 因為 這是行程的關係 我們就先不進去看 好 它是以前大溪國小校長的那個宿舍 今天都一直在看宿舍 AI帶著我們走 走完那條路之後的斜對面 然後阿伯的肉乾 就是50年的 然後它上面是寫4點幾顆不知道 好 那我就放棄我的滷肉飯改吃老阿伯 那我們就直接就去老阿伯那邊去吃 GOGO 然後開始吃喔 我們AI了一整天 然後這是我們的第一餐 開動 開動開動 然後這個是它賣的烏梅汁 烏梅汁解渴的烏梅汁 所以這樣總共180 這個豆干它是小豆干 可是我覺得蠻大的 我以為小豆干是那個方形的 所以我吃這樣 豆腐很嫩耶 一點點辣才會夠味 豆皮捲 我們今天來是 虎拜三 人排很多 它的東西都是蠻香的 然後很有守舊的味道 吃的是一種懷念 那種古早味的感覺 Hobo 薏小湯美 豬 豬 乳 有時候我要點吃 暗 所以現在要進去店裡面看一下他的豆干 紅蜜香冰欸 這是新鮮要買葡萄香冰 對 喔 年紀了 跟實情一樣 好 葡蜜泡杯 牙口還好嗎 哇 我牙口好痛 嗯 好吃 它這個裡面是牛奶還是什麼 我吃不出來它裡面的實體的冰的味道 反正就是好吃就對了 好吃 然後 你在吃進去的時候你嘴巴的觸覺是那種 前所唯有的那種感覺 就是外面你會感覺好像 包覆著那個保麗龍 然後裡面又吃到冰冰的 牙齒又痛痛的 又太複雜了 所以是大眾口味嗎 屬於大眾口味的 然後是很新鮮 創新的一個料理 我覺得不錯 今天的那個行程 最後一個豆干的行程 就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路上剛剛趴喔 葡蜜香冰就想要來試試看 所以今天的AI的行程呢 成功喔 大家如果說想要用一日遊去搜尋AI的話 可能要問得更細 那我們問的其實就是大概的方向這樣 好這就是AI陪我們的一日遊 就是給的方向跟指引都還不錯 下一個世代的搜尋引擎 就推薦給你們喔 那你們再參考看看 那如果有需求的話也可以嘗試 AI考驗看看他們的智慧功能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 開啟可愛小鈴鐺 我會派更多影片給大家看喔 今天就先這樣 掰掰 AI大成功 碰